用海鲜食材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到姜 说过了这个鲜姜 下面咱们就说说干姜怎么样 干姜 干姜味心热 它的热性 它的能量远远超过生姜 因为什么呢 它能回洋救腻 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的洋气都已经散出去了 散出去了 手脚都凉了 用干姜 它能够把人救回来 叫起死回生 它能够温肺化痰 什么感冒咳嗽之后 人就怕冷嘛 高烧之后人嘚瑟 始终都觉得冷 这个时候用干姜 后脊量量完之后风一吹船 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干姜 痰始终都是白的 经典药物小青龙汤 对吧 反正啊 你说这太详细了 就干姜它的口感 就是特别特别辣的 它的这个姜辣素啊 更多 所以它功效更强 浓度更高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吧 辣度越重 它发散的效果越好 热力越强 但是还得根据身体状况 进行选择 什么样的人啊 就要提到的 热性体质的人 特别热的 不能吃辣的 一点辣都不能瘦的人 不适合吃这个 原来姜有这么多种 又是生姜又是干姜 还有呢 还有泡姜呢 干姜是从生姜做来的 泡姜是从干姜做出来的 我有一道营养私房菜 叫泡姜鱼香肉丝 口味相当好 这鱼香肉丝呢 可是下饭菜啊 对对对 这个您得好好教教我们 这个事儿 我建议让大家扫码自取 对对对对 这个说得对啊 这个有什么问题 微信的朋友们 您就发过来 是吧 扫码 你看这不是又有了吗 这个像这位呢 叫这个清宁的微信朋友 就说呀 他妈妈家里的这个冰箱中啊 总是要存着很多的姜 对 有的都变干了 这个他妈妈也舍不得扔 说没烂呢 就能吃 所以呢就想问问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家里做菜的姜 最好还是新鲜的好 因为什么呢 姜在家庭的情况下 放久了之后 它变干变散 同时还有你看不见的地方 它会发霉变烂 而生姜有个原则 不管多大一块姜 哪怕有绿豆大一块烂了 整块姜都不能吃 这很重要啊 很重要 为什么现在有些恶性肿瘤这么高 就是因为这个不讲 就是它又发肝癌 这个食道癌 它有一种物质叫 黄脏素 哪怕就一点点 整个姜都得扔 不只是生姜这种情况 八角桂皮这些香料 都不适合放太久 因为它们都会产生 黄脏素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能在家吃饭 尽量在家吃饭 不可因小失大 这个菜平时吃多少 您就买多少 还不能真的是谈了便宜 最后伤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发现在铁峰老师 特别会用葱姜蒜 大蒜素 姜分 这怎么激发 等等 如果大家想了解葱姜蒜的妙用 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栏目微信 添加完成之后 您就发送您想知道的内容 就可以收到您所需要的营养小妙方 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看